今天从广东开了三四百公里 到达了广西 我现在呢是在广西的 岑西市 我以前也没听说过这个城市啊 它是广西下属的一个县级市 今天晚上床车露营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岑西市的 东山公园的这个停车场里了 车选在了一个角落里停车啊 前面就是东山公园的服务区 服务区再往前面就是一个厕所 准备用这个车的外放电 烧个水 把床铺一下 天黑了之后我就不折腾了 用这个充电的口 插里之后 把这插桌一安量 它这边就显示了 叫对外放电中 剩余放电时长是四小时五十九分钟 这是我准备的大桶水 可以了 我再把后备箱的这些东西 搬到前座上去 留出来后面睡觉的一个空间 装一个这个防窥帘 把我的这个睡袋铺好 这个岑西市呢 它是位于广西和广东的交界处 虽然它是广西的下属县啊 但是马路上随处可见 越开头的广东车牌 小城市的物价呢也很低 一块钱一把的青菜 两块钱一斤纯甜的握干 八块钱一碗的螺丝粉 让我体会到了这里生活的安逸 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啊 在野外露营 将车门繁锁好 车内用电开启了空调通风模式 虽然挺安全的 但是心里呢还是坠坠不安 夜里醒了好几次 早上更是一大早就醒了 再也睡不着了 大家早上好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这个停车场里面 已经停了好多车 不像昨天啊 稀稀落落 只有我们几辆车 哎呦在这样睡的晚上 确实是挺安静的啊 这是我昨天晚上睡的这个小床 虽然挺安静的 但是这样有斜坡 睡的吧还不是那么踏实 中途还醒了过几次 我把我后座的东西 全都放这儿的 特急停 昨天晚上呢 也是开了一晚上的 这个空调的通风 大概也只用了10%不到的电 还是特别省电的啊 然后呢我先准备撤售一下 然后周边逛一下 那边好像还是个景点 叫做东山寺 去顶上逛一下 看一看 然后呢我的行程有一些变化 这里还是要给大家交代一下 本来一开始想自驾回东北的 但是这个路程实在实在是太远了 而且我四月份又要跑回来云南 我觉得这样子太费力了 正好我哥就在云南的昆明 他那块有停车位 可以让我停一下 所以我这一次呢就打算穿越广西 到达云南的昆明 把车放在那里 然后坐飞机回东北 把那边的事情搞定完之后 我再坐飞机回来 再正式开始我自驾云南的一个旅程 因为我这个车呢 它是有一年三万公里的限制的 超过这个公里数之后吧 它那个三天之宝就不能保终身了 就只能保八年十五万公里 所以这一来一回 我怕这个里程数太多了 我之后就没啥可跑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先这么决定 话不多说啊 继续收拾一下下山吃个早饭 11块钱啊 加了一个蛋 加了一份酸笋 好便宜啊 满满的一大碗 这个是米粉